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一次去執行 無乃人的錢 執行的結果32萬5548 感覺好像是強制執行不到財產 但問題是很奇怪啊 按照我們大家所得到的資訊 台塘的前董事長 無乃人過得很好啊 可以去club搖宇宙大爆炸啊 出路都有車子啊 然後一天到晚 又去豪華的餐廳 然後沒有錢可以賠 你們台塘真的有認真追償嗎 所以我們有地補的王毅川委員 那不曉得什麼時候 王毅川委員能夠來安排他 王毅川 終於獲得立法院的通知 下週一的下午正式來宣示 就任立法委員 王毅川是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那對於他加入五一戰隊 絕對會是極戰力 絕對會有亮眼的表現 那冤家陸宅喔 過去一再的被鎖定 多次邀請 黃國昌辯論 那黃國昌 置之不理也恐怕是恐懼 王毅川 但是冤家陸宅喔 修都會丟 那沒想到人生就是這樣嘛 未來王毅川在議場的座位 欸 就剛好不偏不倚的 在黃國昌的正後方 所以黃國昌未來的一舉一動 都在黃毅川他的搖滾區的這個眼線範圍之內 所以王毅川 Always可以watching黃國昌的一舉一動 也有可能最愛直播的黃國昌 可能都會有王毅川在背後當背後靈喔 那院長 在換場的期間 可不可以有一個小小的那個詢問一下好嗎 院長 想請教一下院長 因為我們黨團 因為洪生和委員他去轉換到行政部門 所以我們有地補的王毅川委員 那不曉得這個人事作業 什麼時候王毅川委員能夠來安排他的就職 好不好 請告訴我們一下 沒有我們都不清楚 包括他當事人也還沒有收到 對但大概時間上因為 他要趕快盡快把這個時間 對越快越好 因為他當事人也還沒有 我剛剛跟他見面 他還沒收到 所以是不是等一下會後 好跟我說一下 對跟黨團因為我們非常關心 謝謝 各位黨團幹部各位召集委員 我們現在協商113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經濟委員會營業部分 包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案 請歡迎各位有沒有寶貴意見 黃國昌委員兩位所提出來的 欸 第二長請問到第幾案 第四第五 第四不是我的樣子吧 我知道 並案討論科目相同 並案討論 黃國昌總召這邊是所提的這個 凍結50% 你有所提這個 請問什麼寶貨意見要發言沒有 其實就如同我在提案上面所講的內容 因為台糖股份有限公司 之前他們的前董事長無乃人 賤賣台糖的資產 讓國家受到的損害 1億1796萬 如果加上法定辭園利息的話 如果加上法定辭園利息是多少錢 那台糖金額有人來嗎 到台糖 因為本來的金額是 1億1796萬9922元 那同時要到 同時自99年6月16日 指至清長日為止 按週年歷歷5%計算之利息 阿你如果加上從99年到目前為止的利息 算起來也很驚人 到目前為止你們強制執行 真的滿足了金額 可能連付職員利息都不夠阿 那這個案子事實上 從上一屆國會的時候就有委員在追阿 那很奇怪阿 阿你們去強制執行的時候 最近一次去執行 無乃人的錢 執行的結果 325548 那感覺好像是強制執行不到財產 但問題是很奇怪阿 按照我們大家所得到的資訊 台糖的前董事長 無乃人過得很好阿 阿可以去club搖宇宙大爆炸阿 阿出路都有車子阿 然後一天到晚 可以去豪華的餐廳 然後沒有錢可以賠 阿你們台糖真的有認真追償嗎 阿這個是提這個案子最主要的理由 因為從上一屆的國會 就有委員開始在追阿 我知道那時候陳嘉華 委員就不斷在追這個案子阿 但你們強制執行出來的結果 現在到底還有多少錢沒有賠 阿接下來打算要怎麼辦 拿債權憑證掛在台糖公司的牆壁上面 當紀念品阿 謝謝黃國昌總召發言 好麻煩請台灣糖業公司劉代理總長請回應 我們黃仲召的發言請 因為另外一位廖先生委員不在請 好院長各位委員 那是不是台糖公司做一個說明 那有關剛剛那個黃委員所提的這個 我們在台糖公司在109年申請強制執行 然後在112年那個台中地方法院 有這個發給這個債權憑證 總共的那個賠償金額是1億1796萬 如果加進利息到目前為止是1億2300萬 那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執行的 執行的那個債務人的這個收藏的所得 大概是3973萬 好大概是佔佔比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四分之一 那剩下的部分 那其中那個3973萬的部分 其中涉及到那個吳前董事長的部分 是有746萬 好期間餘元 那剩下的這個 大概還有剩下大概8 8千萬元的這個 這個債權的部分 那現在就依照這個規定 我們每一年都會去做 這個查掉這個債務人的所得 還有這個查掉這個債務人的財產 好這部分會持續在在追償 好這部分是有在持續辦理 所以我們是建議是說這個案子 那確實是要繼續再執行 那我們是建議說這個 是不是列為這個我們的這個 書面報告 我們會請這個就是改成說 請台灣公司在三個月內 提出這個具體的這個追償的計劃的報告 好那以上建議 我針對廖先強委員這個案子 那我們看這個就是台塘編的這個預算 今年編的預算是高達4513萬 但是我們看去年的決算數只有941萬3000元 為什麼增加的幅度會那麼多 增邊的3500多萬 實際上的支出有那麼多嗎 所以我們認為說顯然增幅高達379.53 這個增加幅度非常的高 所以沒有有浮邊之餘 所以我們是這個簡列100萬 謝謝林斯明書記長 我們急問急答 這樣速度快 蔡玉書記長稍微等一下 請劉代理董事長請說明好嗎 好請 同意簡列100萬 他說編列他前面的問題你沒有聽 你有聽 是是不好意思 那前面部分是因為原來預估 今年113年度會有一些這個 相關的訴訟的一個法律事務費用 那特別是針對農業工程規劃設計的這個 還有灌溉排農路設施 還有整地類這些規劃費用 那這部分是有這個金額會比較大一些 謝謝劉代理董事長 說明請參與 書記長請發言 針對這個提案5的部分 那我想剛剛台糖也有做出說明 基本上這幾年他們是有持續在做強制執行 那強制執行基本上就是 訴訟程序的一個最後一環嘛 那他有持續在做的話 那應該不應該把強制執行的結果 當作現在我們要去凍結他預算的一個理由 黃國昌長請20發言請 為什麼會提凍結預算 就是我們認為台糖根本沒有認真去進行強制執行嗎 你有認真進行強制執行 沒有認真進行強制執行 對於結果當然會有差別啊 然後你消極的沒有去進行 就掛一張在全平證 那是全體納稅人的錢耶 你們有向執行法院申請命債務人報告財產狀態嗎 債務人沒有履行之義務 顧不履行在強制執行法上面的效果 有向執行法院要求申請嗎 顧得那麼奢靡的生活 勸國家的錢不還 台糖真的有認真的在追討 我就是認為台糖沒有認真的在追討 所以才會提這個凍結案 這個案子啊台灣民眾黨黨團堅持 就先保留嗎 好那我們先保留 我們進入地獄 回頭我們再來檢視 各位黨團幹部針對 第17日還沒有其他保護意見 沒有報告院長啊 這個是台灣民眾黨黨團提的案子嘛 那台糖願意在這邊表示這個態度 我覺得也很好 但也很簡單 我們只要他三個月提書面報告而已嘛 沒有強人所難啊 就一個書面報告來白紙黑字 把你剛剛承諾的事項寫清楚嘛 這樣子的話以後如果到時候不信 又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故或者是轉彎 那大家要追究責任才有個清楚的憑證嘛 三個月提書面報告這很簡單啦 三個月提書面報告這很簡單啦